请不吝点赞 这是皇上的旨意 来呀 把他们父子放 是 爹 我们不能坐以待兵 难道你们还想造反不成 造反又能怎么样 来呀 把他们父子就地处决 爹 怎么办 犯了 弟兄们 当今皇上失道 朝中奸臣当道 民不聊生 我们父子遭奸臣陷害 没有活路 现在决定逃奔瓦岗寨 现在决定逃奔瓦岗寨 你给我出来 弟兄们不愿意跟我们走的 可以回家 八点路飞 愿意跟随我们父子上瓦岗的 把枪举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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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启禀皇上 裴士级率领裴元庆及大批随兵 又来到丞相 又来进宫啊 军师 你不是说他们 不是 他们是来投降的 投降的 真的投降 皇上 你去哪里啊 我去接他们呢 这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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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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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众位瓦岗英雄 我裴士纪为大隋卖命了一辈子 大佬却被奸臣语文化妮所陷害 家破人亡 走投无路 诸位英雄如果不嫌弃 就收下我们父子二人和这些兵将 裴士纪在这里谢谢了 裴将军请接 请你再等一下 只要还礼就行了 你不明白 我这叫礼贤下士的吗 你也不要跪了啊 裴将军 来 起来起来 我们到殿里坐坐 好 坐啊 请 裴将军 小心门卡 皇上不要太客气 我们反倒不好意思了 随便坐就可以了 把我这里当成自己家 随便坐 皇上不要太客气了 裴将军 你看 那是谁 老爷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怎么也在这儿 你们不是为 这是个反奸计 我中计了 你们 你们竟用计框我 裴将军 不要生气 我们也是爱惜人才 不想在战场上 与您伤了合计 徐某在这里 向您赔礼了 想不到我裴士忌 熟读并输 竟然连这么简单的 反奸计都看不出来 惭愧 惭愧啊 军师神机妙算 朕不愧是小诸葛 佩服 佩服啊 不敢当 爹 你还费什么话 事已至辞 已经没有退路了 而且在朝中要受奸人的嫌弃 我们又杀了一个钦差 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裴将军 以后这种捉弄你的事情 不会再发生了 请您到后面来一趟 我有事情跟你说 叩见未来岳父 皇上 您不是在说笑吧 君无戏言 我是认真的 我家小女若能得到皇上的青睐 那真不知是修了几世的福啊 就不知皇太后意下如何呀 放心吧 我娘亲第一次看到翠云姑娘 开心的都要晕倒了 她一定会答应的 是吧 娘亲 是 我儿子喜欢 我就喜欢 真是天赐良缘 我家翠云人又胖 脾气又不好 我真怕她嫁不出去 不是 不是 翠云姑娘是我从小到大 见到的最漂亮 最可爱的姑娘 她再也没有人能比得了她了 当然 除了我娘 若是我家翠云答应了 那你可不能反悔 什么时候成亲呢 越快越好 最好今天 翠云要真是出了嫁 你可一下子成国账了 是啊 去跟翠云商量一下 好 皇上 皇太后 那我先告辞了 好 好 好 请 请 我家翠云过门 要准备哪些嫁妆的 哦 还是按老规矩吧 一百蛋礼饼啊 一百匹一锦段 一百两斤饰 我们父子俩出征作战 可是什么都没有带呀 宽容些行吧 哼 他是皇上嘛 这皇上成亲 娘亲 人家已经将最宝贵的女儿 嫁给我了 你还要那么多干嘛呀 哎呦 你急什么 也许人家不愿意 啊 不会吧 北将军 不会吧 皇上请放心 儿女的事由我们父母做主呢 我听天赋 就对你以后 我就是宽贵的 不能天啊 你们可以 老夫人 怎么样 他不答应啊 他说要先见你一下 见完了以后再考虑 哦 姚姬 你不要这样 要这样 笑 翠雲姑娘 你愿不愿意啊 我 我愿不愿意什么呀 嫁给我 娘 同意了 那我爹也同意了 那好 好 但是 你要答应我三个条件 必须答应我 你说 第一 你是个皇帝 皇帝呢 要有三宫六院 一大堆妃子 可是你不能这样 你只能娶我一个 行不行啊 行 我最不喜欢那么多女人了 我自己都嫌烦 就娶你一个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 你不识字 我从小就梦想着 能够嫁一个读书人 你必须认真的学习读书识字 做一个读书人的样子 这能做到吗 行 但是我天资比较笨呢 如果我读不好怎么办呢 你只要全心全力的去做就行了 好 还有第三个呢 第三 每一个皇帝都是瘦瘦的 只有你这么胖 所以你要减肥 减肥 可是你 哎呀 讨厌 你看人家干什么呀 我 我这是福气 哦 你知道吗 你父皇帝不能这样胖胖的 很辛苦的 你要做就去做一个英雄的样子出来 知道吗 能剪下去 这样就不辛苦 行不行啊 你只要答应我这些条件 我 就嫁给你 行 但我从小到大都这么胖 我怕我剪不了多少 只要你答应 诚心诚意去剪 就成 好 那我答应你前面三个条件 你即可嫁给我 讨厌 还没有洞房 洞房以后再说 不怕 我马上准备 很快弄好 先预知一点点 谁 裴翠云 我没听错吧 对 没错 就是裴翠基的那个女儿 那个胖姑娘 哈哈 臣刚接前方急报 说裴翠基父子率征讨大军投降瓦岗 瓦岗债的反贼越灭越多 宇文成将 你有什么办法 臣请皇上 命卓州留守聂士雄 连同靠山王率金兵二十万 再交瓦岗为臣而报仇 臣宇文成都 自愿领兵 为家兄报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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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下去 退下去 两位宇文清家 宇文成龙是自愿请英去领军的 朕也没有逼他去 现在事已至此 朕就追封他一个威治侯的嗜好 你们两个再不准提报仇的事 微臣不是这个意思 报杀子之仇只是顺便而已 主要是为了剿平反贼 出兵这么多次 都徒劳无功 况且我们每出兵一次 他们的气势就大一点 我问你们 知不知道出一次兵要花多少银子 丞相 请恕臣无能 朕以为瓦刚顽固 没有劝降的可能 没人说一定要劝他们投降 朕只是想 平息这场干戈 不让他们在朕的身边 让朕这么烦恼 难道皇上心中已经有了什么计策 皇上英明臣昔耳恭听 皇上英明臣昔耳恭听 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你们这帮人是干什么的 芝麻绿豆的小事都要朕来伤脑筋 好 我问你们 瓦刚金笛加起来 与朕这个花花江山相比如何 沧海一树 说得好 沧海一树 反贼再猖狂 所占的就是那么丁点地方 值不值得我们为他们劳民伤财呢 非逼他们于死地不可 只要大家相安无事 别妨碍朕好好的过快快乐乐的日子 不就行了吗 那我家兄的仇 皇上英明 皇上以天下苍生为重 化干戈为玉帛 善之善之 既然此意已定 以后任何人不准再提攻打瓦刚的事情 省下来的军饷 拿去修城外的御果园 臣领旨 这么重要的事都被朕解决掉了 皇上退朝 孤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很高兴今天能娶到这么好的老婆 各位兄弟也该陪我一起高兴 今晚一概不醉不归 干杯 不能喝了 喝醉了没放入洞房啊 娘 今天高兴啊 洞房可以明天再进吗 哦 不行 娘着急 着急抱孙子 今天晚上必须入洞房 要入的呀 对呀皇上 小灯可是人生大事 拖延不得呀 你们赶快生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 那可是我们将来的太子爷呀 爹 真的吗 太好了 陪我送你姐夫 好开心 姐夫 我真的很感激你 我一直担心我姐姐的未来 担心她嫁不出去 你姐姐那么漂亮 我还怕她被人抢走呢 现在虽然有人愿意接受她 而且还是个皇帝 我这个做弟弟的 做梦也没想到 为了感谢你宅心仁厚 我准备了一份嫁妆 希望你啊能够接受 大家这么熟 何必那么客气呢 要的要的 各位兄弟 为了庆祝我姐姐终于可以嫁出去 我专门到我老家天马关走了一趟 已经劝服我舅舅投诚 我们大卫不用一兵一足 就可以换换一座城池 这也算 我送给姐夫的礼物 好 好 好 恭贺皇上既得先妻又获领地 咱们敬皇上一杯 来 皇上 恭喜你 恭喜你皇上 给 二哥 兵和太多了 难得高兴吗 我看到皇上高兴 我也高兴 兵兵 你记得我跟你二嫂成亲的时候 那跟现在的热闹情况是一模一样 多少豪杰来为我庆贺 贺喜 说实在的 我还真想你二嫂 什么都不说了 来 干 干 干 各位英雄 我裴士姬为虎作伤多年 尽次奉昏贞之命来攻打瓦刚 实在是该到天谴呢 没想到因祸得福 来 承蒙各位不嫌弃 我敬各位英雄一杯 来 干 干 无罪不归 各位兄弟 今日不打不相识 虽然我们胜负未分 但是各位英雄气概 让我劈力火赔元庆佩服不已 下一次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讨教 这一次我再敬大家一杯 来 好 干 二哥 别再喝了 你别管我 别再喝了 你别管我 我管不了你 你还管我 你们看到了啊 我非得给他找一个人管管他不成 来 过来 你干什么呀 二哥 福宝 今天是咬尖大喜的日子 我要趁今天这个日子 再来一个喜上佳琪好不好 好啊 二哥 你来坐 我不坐 我这样舒服 舒宝 我们是不是兄弟 是啊 兄弟有困难 你帮还是不帮 一定帮 好 好 我善雄信管不了我这个妹妹了 她只听你的不听我的 大哥 你放心 冰冰 我一定会好好教她的 行 有你这句话就成 好 来 诸位兄弟 我善雄信 今天把我唯一的妹妹许配给我好兄弟秦叔宝 好 我善雄信 好 不好 二哥 你放心吧 书 宝 宝 冰冰是个好姑娘 你一定要答应啊 是啊 书 说句话吧 下面的兄弟可等着呢 二哥 对不起 我 我不能答应 BRIAN 冰冰 榮 地其ук 冰冰 冰冰 荣戎 赶快去照顾冰冰好吗 我的冰冰陪不上你吗 不 二哥 冰冰是个好姑娘 可是我从来都把她的妹妹看待 山庄主啊 这关乎他们两人的终身大事 我们稍后再面 没事 我醉了 冰冰 冰冰 你走 我不要你管 你走啊 表哥他不是有血 你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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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事情 雷 你好 你好 我是你 兄 我以为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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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等他考虑几天 他一定会回心转业的 我才不要他回心转业 让他答应呢 他答应我也不会嫁给他了 你不是挺喜欢秦大哥的吗 我只是觉得他对我好 可我也没要嫁给他呀 但是 他居然在那么多人面前 倾尽我 你叫我以后怎么做人啊 没事的 没事的 过两天 他们就会忘记了 别哭了 容姐姐 女人一定要嫁人吗 不一定 但是 人总希望有个归宿 那样的话 你的快乐和忧愁 就有人一起分担 在你苦闷的时候 可以有人聆听你的事 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 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 遇上一个两情相悦的人 是一种缘分 不是靠找来的 那你遇上没有啊 哎 容姐姐 你怎么了 没事 我现在所有的经历都在学堂上 其他的事 我不愿意去想 你不愿意去找一个 对 你别跟什么 你不愿意去找一个 的 你也不愿意去找一个 我 没事了 那我们就进去吧 秦大哥会担心的 我不回去啊 现在回去多难为情啊 凌姐姐 你陪我聊聊天吧 好吧 听你的 那你考虑一下 到底是博党大哥还是书宝哥 多是哦 那你呢 是罗程 史大奈 还是反虎啊 我才不要他们呢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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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转了 好多转晕了 好了 好了 再来一圈 别转了 有客人来了 别转了 你们自己去玩吧 宁夫人 秦夫人 你们怎么来了 蓉蓉呢 在里面呢 你跟冰冰谈一谈 我去找蓉蓉 那个 顺便经过 过来看看你 您跟我来吧 哎 您坐吧 冰冰啊 你跟他们玩得挺开心的 是啊 您不知道 这些小孩都挺可爱的 跟他们在一起 什么饭他都没有了 你不也是那么天真可爱吗 给你的 这是什么 我一直想送你点东西 这次离家吧 也没带什么贵重物品 刚好路过首饰店 你看看喜不喜欢 好漂亮的手镯呀 这也算是我对你的一点心意 心意 你聪明伶俐 等你处了这么久 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谢谢夫人夸奖 我也越来越喜欢夫人了 我觉得您就像我娘一样 我也把你当亲女儿一样看 我多么希望 咱们能像一家人一样继续生活 可是 夫人 我的病 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您就只管安心养病吧 可是 您放心吧 夫人 其实啊 除了我二哥 你二哥他 我二哥 好像对罗大哥 不过没事 有我在呢 二哥要是敢欺负罗大哥 我一定帮罗大哥出头 您就放心吧 其实这也不能怪你二哥 他也是情有可原 他也是情有可原 不过 其实我二哥平时对人挺宽宏的 我想啊 过不了多久 他会原谅罗大哥的 你觉得 成儿对你怎么样 嗯 罗大哥对我挺好的 那么他对别人怎么样 罗大哥对别人其实也挺好的 不过我觉得他呢 好像平时不太爱说话 而且对朋友也很挑剔 所以他朋友不是很多 这都是我和他爹的错 我们对他从小啊 要求太高 只知道逼他去练武功 读书 其实你二老也是望子成龙 天下父母啊 都是一样的 要是那时候 我们让他多结交一些朋友 他现在也不会这样 蔚燕啊 我拜托你 好好改变改变他 改变 我可不敢说 不过罗大哥以后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 我一定会帮他的 好 您怎么了 夫人 没事吧 老天 真是捉弄人 要是当时我不把你骂走 他父亲要不是介意雄心的背景 你跟承儿也早就成好朋友了 夫人 冰冰 你能原谅我吗 夫人 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们 再这儿说 现在我和洛大哥也是很好的朋友啊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 你只是嘴上这样说 但是你心里一直有这么一根刺 我大概在这世上 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夫人 不然我只能把你心里那根刺拔掉 不然我老是不说 我下来 我还想为你们两个做点事 夫人 您就放心吧 我怎么样 才能把你心里那根刺拔掉 其实我和洛大哥 现在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我说的不是那种普通的朋友 我说的是 是 夫人 你怎么了 承儿 你听好 娘死后 你一定 要听 舅母的话 娘 你不会有事的 你不要乱说 娘你不会死的 冰冰 你和淑宝 以后要多接近承儿 他比较孤僻 你们是他难得的好朋友 以前的事都是我们的错 不管承儿的事 承儿从未认识过女孩 你是他第一个认识的女孩 千万不要 具她与千里之外 明明不会的 不认识的女孩 我就放心了 承儿 咱们罗家枪法 从此以后 扯去不传万幸之功 希望你能把她发影光大 娘 娘 只要 你能活得好好的 娘死 也瞑目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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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ug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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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学桃篮 干什么 怎么了 醒醒醒醒 醒醒 快点 干什么你 快点 快起来 打死你 我给你们拼了 皇上 湖南湖北两地都有暴民抢掠 别说了 整天都说这些 朕现在背都背得出来了 这 皇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皇上有什么心事 可否告诉微臣 朕是在想 以前当太子的时候 还能出去走走 到过荆州 山西 现在当了皇上以后 整天都闷在这宫里面 我实在很讨厌这里 皇上说的也是 出去走一走也好 但不知皇上想去哪里 还是你宇文丞相了解朕呢 我听说江都景色秀丽 美女如云 朕想去南下江都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皇上 江南确实是个好地方 只是 只是什么 说 回皇上 江南河道交集 皇上难行时行宫恐怕不好用吧 什么行宫行殿的地方 朕都已经住凡了 你 想个好地方 快 皇上 臣 倒有个好主意 朕早就知道宇文丞相主意最多 快讲 臣以为可以开一条运河 从洛阳到黄河再到长江 一直到江都 是 那个时候 皇帝乘船去游江南 两岸没景 尽手眼底啊 朕怎么就没想到啊 好 但是不对 我们不能老是坐船没有住的地方 又是住行宫啊 皇上乘的龙舟就是行宫 龙舟 我们可以修一条 前无古人的龙舟 皇上可以乘船到江南去玩 到那个时候 想要多畅快就有多畅快啊 有点意思 说 这船要高四十五丈 船长呢 要二百丈 这条船可以坐千百人 好 皇上 船上的布局 一切都跟皇上的行宫一模一样 皇上 这可是一座水上行宫啊 好 水上行宫 啊 朕就可以坐这个水上行宫 一直到江南去玩个痛快 是 将军侧的特朗 有点太高 那一座水上行宫 可以做什么 你先去做什么 你这座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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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叫山人 能想出这么好的主意 好 朕就依宇文丞相所言 派人打造龙州 启禀皇上 怎么 李秘 有何提议 皇上 修长城以国力大商 各地是怨声载道暴乱不断 开运河造龙州两项工程 又得召集民工数百万之众 而且工程浩大 死伤肯定无数 臣恐怕这样下去 天下百姓的暴乱 肯定会不断加剧 知不知天下 为什么会这么暴乱 就是因为天下的人太多 传旨 作运河造龙州之事 谁敢违抗圣旨的 格杀勿论 遵旨 李秘马书谋 臣在 朕命你们两个人负责这件事 半年之内龙州不能启航的话 格杀勿论 臣遵旨 这两个人负责这两个人负责 这两年我们瓦岗国泰民安 一直没受随兵骚扰 天马及金堤也大有发展呢 这都是兄弟们的功劳嘛 这两年打架祈祷贪黑的 都辛苦了 臣参见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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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 他们是谁啊 好 是这样的皇上 因为近日我和君师事务繁忙 所以我们特招募剪谱赵和两个人 来打理天马金堤两地的日常事务 你请人回来帮你忙的 也好也好 以后有人帮你忙呢 你就不用那么忙了 对不对 你们两个也要好好做 知不知道 是是 皇上 简朴 在 你把你治理天马的方法 说给皇上听一下 是 皇上 你呢 想怎么管理就怎么管理 不用管我的 皇上 天马乃咽喉之地 非同小可 还是听监谱说一说吧 那你说两句就行了 遵旨 天马关必是险要 异手难攻 以此地来防御敌人 关键是防守而不是进攻 皇上 依臣的意思是 以天马关的地形 应该是防守中的进攻 你说这么久 我一句都听不懂 你能不能说得简单些啊 应该加强其内部的防守 常年备足粮草 这样呢 一旦敌人进攻 天马关的重兵士呢 便可以 一旦敌人进攻 天马关的重将士 也能有足够的粮草补给 这样 即便是敌人想要断后 那也无妨啊 天马关前有重将把守 后有充足的粮草 那是万事无忧 皇上 您就尽管放心吧 你说完了 说完了 不是说两句吗 怎么说这么久啊 这 皇上 喂喂 起来起来啊 皇上息怒 皇上息怒啊 柬埔赵和 你们把采取的方案写下来 交给皇上过目就行了 是 二位请到这边来 好 你们没有什么事了 那就退朝啦 皇上 臣还有一事要禀告 什么事你快说 二位 皇上 我们现在的瓦钢 跟从前不一样 我们应该开始有国家制度 你看看 你看看 这宫外面的景象 居然像集市一样热闹 我觉得太不规矩 我想把他们都牵走 外面那个杂事啊 不知道有多热闹 还有啊 那个饼摊 我最喜欢了 每天晚上我肚子饿 都会买回来吃 一旦把他撤走了 我肚子饿了怎么办呢 皇上 还有啊 你看人家顺利做的 不是挺好的吗 你把人家赶走了 那岂不是不好啊 还有啊 前面那个饼实在不错 你吃不吃啊 我请啊 夫人 哎呀 哎呀 夫人我回来了 回来了 是不是在煮东西吃啊 好香哦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什么也没做 哎 哎 你今天在朝中 看诏书看得怎么样啊 哎呀 又是那些天天在看诏书 反正都看不懂嘛 哎 看什么诏书啊 哎 不是朝中 有王丞相他们 帮你看诏书吗 哎呀 你光是听都烦了 哎呀 别嫌累 别嫌烦呐 相公 哎 朝中有那么多人帮助你 你还嫌累啊 你相公每天上朝 都没什么可做的 还不是拿玉玺盖呀盖的 就是这样了 我不说这个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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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我是不是做了好吃的甜点心 你看看 夫人 我不能给你吃 嗯 为什么呀 为什么 因为你看看你 实际上两年多才掉了十斤肉 哎呀 我怎么能给你吃呢 所以你要减肥 不管怎么样都给一点点吧 要不然我吃皮你吃线好不好 不行不行不行啊 哎呀 你每次都这样说 可是到时候一点恒心都没有 所以我打算从今天开始 我每天给你减一点 每天给你减一点 一直减到一点点一点点 所以你这个不能吃 知道吗 哪 啊 你想饿死你相公我啊 哼 我就是饿死你 也比撑死你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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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箭 最讲究一个 快 准 稳 瞄准方向 绝不能犹豫 明白吗 明白 好 成相 不等 你来得正好 给兄弟们做一下示范吧 好 各位兄弟 我们请有 剑无须发 白衣神剑之称的王丞相 为我们做示范好不好 好 好 老臣参见皇上 来啦 龙舟那件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还要朕等多久 朕都快闷死了 皇上别急 就快剑好了 就快 那就是没剑好了对不对 主意是你出的 你说半年之内完工 现在都快三个月了 翻都没有一张 是不是存心戏弄这呀 皇上息怒老臣知罪 老臣命令他们日夜赶工 皇上 您等不了太久 朕也不是存心要为难你 不过呢 朕的迷楼啊 迷城啊 全部都已经玩腻了 待在京城里 真的很没意思啊 要不这样 皇上 您不是要在太原上船吗 要不咱们到太原玩玩 太原 那是什么鬼地方啊 朕住在哪里啊 皇上 您可以下一道旨 命李渊 在太原建一座行宫 叫禁阳宫 禁阳宫 禁阳宫 名字不错啊 好 但可以在一个月内建成吗 天下的子民都被我征召 去修建运河了 皇上 就是一个月不可能建成 所以才让李渊去建的 为什么 皇上难道忘了在建安 逆帅旨 施展两位美人 然后污蔑皇上 杀死琼花公主之仇了吗 你不说我也忘不了 好啊 反正朕现在这么无聊 找李渊玩一下也不错 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皇上下诏 让他在一个月内建成晋阳宫 如果他建不成 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砍了他脑袋 如果建得成呢 那就更好 我们就说 他在太原私造一个豪华的宫殿 安一个私造宫殿 预谋造反的罪名 这样李渊就死定了